Hello, welcome back! 今天呢,跟着Andy老师一起来学习 Unit 1, Lesson 2,第二课 首先呢,老师要考好大家 第一课内容学得怎么样 见面问号的时候要说 Hello, Hi 那么介绍自己的时候呢,要说 I am,或者 My name is 好了,Andy老师做个示范 I'm Andy Or,或者呢 My name is Andy 好了,现在小朋友们自己练习一下 OK,那么 再见,道别的时候怎么说呢? Goodbye Bye-bye Bye,或者 See you OK,好了,进入今天的新内容 Wow,看到这么多漂亮的是什么呢? 文具,right? So,今天的内容就是要教大家怎么用英语来说文具 Well,第一个 我们用什么来做话呢? 银笔,right? 银笔怎么说? Pencil Pencil OK,read off me,跟着老师来 Pencil 看到长长的L字母 就感觉是不是像长长的银笔的形状,对吧? 帮助大家记忆啊 Pencil Very good Uh-oh,这一个 是用来写字的 钢笔 Right? OK Pen Pen 看看这两个 是不是像 兄弟 嗯哼 OK 钢笔叫做Pen 铅笔呢 叫Pencil 因为中间有根长长的铅心 OK 记住了啊 And Next 如果写错了 用千里画画画错了怎么办呢? 我们要用到 橡皮擦 用意怎么说? E-raise E-raise OK 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A要发的饱满 A E-raise OK Very good 下一位 Uh-oh 长得像什么? 有彩色的对吧? 有颜色 蓝色 粉红色 那么它也应该是用来画画的吧 我们用的短短的是什么? 蜡笔 OK 蜡笔怎么说? Crayon Crayon OK A-Y字母 发A Crayon Crayon OK OK Very good 那么 如果Andy老师 想画长长的直线 应该用到什么呢? OK Very good 尺子 尺子 Ru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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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尺子是不是也是长长的细细的呀? 所以它也有一个长长的L字母 OK Ru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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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现在Andy老师带大家 温习一下 熟悉一下他们每一个用具的名字 然后呢 做一个游戏 看好大家 OK Well Read after me Pencil Pencil Good Pen Pen OK 橡皮擦 Eraser Eraser OK And 腊笔 Crayon Crayon Very good 很好 最后一个 Ruler 尺子 Ruler OK Very good 下面老师带大家做一个游戏 叫做goat finger 金手指 想想Andy老师有一只金手指 直到哪呢? 同学们就要赶快地反映出 这个文具的英文名字 马上说出来哦 老师可是有顺风耳的 OK So First one 第一个 登 东 橡皮擦 怎么说 Eraser OK Eraser The second one 第二个 呼呼 呼呼 Wow 刚底 怎么说 Pen Pen Very good 很好哦 OK Last one 最后一个 登 用来画画的什么呢? Trayon 蜡笔 Trayon Very good 小朋友们都熟悉了吗? 现在还有第二轮升级版的测试 看看你们掌握了没 Well 好了 大家看到 左边呢 是这些文具的图片 铅笔 钢笔 小笔擦 蜡笔 还有尺子 右边呢 是一些英文单词 Eraser Ruler Trayon Pen And Pencil 现在大家要做的是 把相应的文具图片呢 跟他们的英文名字 对上号 就是画线 现在小朋友可以对着屏幕 自己连一连 OK I'll give you 15 seconds 给大家15秒钟 OK 然后答案即将揭晓 Well Time's up 时间到 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OK 第一个 铅笔 它是长长的 对吧 所以一定有L字母 我们找找哪个 有L字母呢 Wow 两个 Ruler And Pencil 那么我说过 铅笔和钢笔 像兄弟 那么哪两个单词 长得像呢 这两个 Pen Pencil 而且 长得像 又有L字母的 那就只有Pencil了 对吧 所以呢 第一幅图 铅笔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 Pencil Right OK Pencil 呃 第二个呢 哦哦 刚才已经说出来了 兄弟在哪 在Pen 对吧 所以 钢笔呢 就是Pen OK 那么 那么画错了 写错了 我们要用橡皮擦 擦去 那个是什么呢 哦哦 哦哦 想一想 登登 登 OK 正确答案是 E ERASER OK 我们来连一连 ERASER 是 橡皮擦 好了 哦哦 我们看这两个 一个是蜡笔 一个是尺子 刚刚Andy老师 叫大家记得时候 是不是说 尺子是长长的 也有L字母呢 那么 我们来找找 最后两个单词 RULER TRAON 谁有L字母呢 当然是RULER 所以 先连上 尺子 RULER 最后一个 自然就出来了 蜡笔 就是 CRAON CRAON OK 好 小朋友们 做对了吗 如果做对了 就给自己鼓掌 小小鼓励一下 OK 哦 最后Andy老师 再带大家温习一下 像记住好朋友的名字一样 一定要记住他们的 长相 他们的名字 OK Well 铅笔 Pe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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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钢笔 Pen Pen 这两个可以搭配起来记 OK 像皮擦 Eraser Eraser Very good 不错哦 And 蜡笔 Uh oh CRAON CRAON OK 最后一个 尺子 RU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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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Very good 我们进入 下一个 好的 这是一个互动的游戏 现在呢 小朋友们 第一步 把这些文具都拿出来 放在自己的桌面上 我们要拿什么 Pencil 签笔 Eraser 橡皮擦 RULER 尺子 Trayon Labby And Pen Gumby 赶紧把这些文具都摆在桌面上 然后呢 现在我们做的游戏叫做 Show me 展示给我看 OK 如果听到Andy老师说 Show me your pencil 你们就要蹭蹭蹭 拿出自己的铅笔 OK 如果说Eraser 当然就是橡皮擦了 需要主要专心听老师说的是 哪一种文具的名称 一听到 第一时间 马上就把这种文具举起来 说明你反应很快 OK 嗯 也可以叫爸妈妈跟你们一起做 或者看着你们 看谁做的好 OK 做的好不好 Well 那么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开始啊 Show me your Eraser Eraser 是什么呢 拿出来了吗 是 橡皮擦 OK 这个 Eraser OK 然后呢 Show me your Ruler Ruler Ruler是什么 哦 尺子 拿出来了没有 对不对 And Third one 第三个 Show me your Trayon OK Trayon 蜡笔 OK Well 最后一个当然不用说 Show me your Pen 拿出你的 钢笔 OK Well 大家反应都很快吗 做对了吗 OK 现在 老师呢 再带大家 熟悉一下 当然是带着这个句子说 以后说 Show me your 就是 拿出你的什么 给我看 OK 那么 拿出你的铅笔 给我看 Show me your Pencil Show me your Pencil 跟着老师一起来 拿出你的橡皮擦 给我看 Show me your Eraser Show me your Eraser OK 跟上老师的脚 拿出你的 尺子 给我看 Show me your Ruler Show me your Ruler OK 拿出你的 蜡笔 给我看 Show me your Crayon Show me your Crayon Very good 最后一个 拿出你的 钢笔 给我看 Show me your Pen Show me your Pen OK 都熟悉了吗 学会 唱这种 Show me歌 OK Well 下面呢 来做一个 手工的 活动 现在小朋友们 请拿出一张 白纸 OK At first We need a paper Piece of paper 拿出一张纸 纸看到了吗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是 第一步 Draw Yourself Draw呢 是画画的意思 现在可以拿出你的 Crayon 或者Pencil 蜡笔 或者铅笔 Or pen 或者钢笔 来画出自己 把自己画漂亮一点 或画帅气一点 对吧 画出自己的头像 或者画个笑脸 Jour Yourself Your 是 你的 Yourself 就是你自己 我们要画自己哦 画出自己 那么 第二步应该怎么做呢 哦 赶紧画 老师给大家一点时间 OK 第二步 我们要 登登 Write Your Name 刚才我们说的 Crayon Pen Pencil 都可以用来 什么 写字 或者画画 Jour 是画画的意思 那么 Write 就是写的意思 OK Write Write Your Name 我们上前课学过 What's your name 你的名字 是什么 这里说 Write Your name 就是写下你的名字 OK Lily 那么 如果是 Andy老师的呢 就写 Andy 那么 李轩小朋友 就写 李轩 写上拼音 OK Well Next 下一步 Make The holes Make 是制作 Holes 是动动 那么 Make The holes 就是挖两个小动动 OK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挖两个小动动 干嘛呢 我们看看 咦 好神奇哦 Thread The stream Stream 是绳子的意思 Thread the stream 就是穿针引线 我们用一个绳子 把它串起来 然后就成了一个什么呢 串起来干嘛 可以挂在脖子上 Ware The name card Ware 有穿的意思 比如说 老师穿着很漂亮的衣服 对不对 用Ware 或者 带着很好看的手链 也用Ware 这里的Ware呢 把什么 带在脖子上 天亮也是说 Ware OK Ware The name card Name 是名字 Card 就是 卡片 嗯 写着自己名字的卡片 当然就是 名片 对吧 Ware The name card OK 现在 我也有一个名片了 小朋友们一定要制作好 自己的名片 这样说明你很生气 嗯哼 Well 嗯哼 现在呢 老师来 再来考考大家 今天学的东西 都学熟练了吗 OK 文君的名称 现在 老师说到中文名字 大家就说英文 好吗 蜡笔 Crayon 铅笔 Pencil 钢笔 Pen 尺子 Ruler 橡皮擦 Eraser OK Very good OK 现在Andy老师 带大家进入一个 手工制作的环节 蹭蹭 首先大家要拿出一张纸 将作为卡片 OK First At first We need a card OK At first 首先 We need 我们呢 我们呢 a card 一张卡片 那么 下一步是什么呢 我们 看一下 登登 Jore Yourself Jore 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我们学的 Pen Pencil Crayon 都是可以用来 画画的 对吧 OK 所以Jore 是画画的意思 Jore Yourself Your 我们是学过的 对吧 你的 Yourself 就是你自己 那么 在这张白金的卡片上 画上自己 画的漂亮一点 或者帅气一点 OK 第一步 画出你自己 赶紧动笔 OK 那么 下一步 我们要做什么呢 Write Your Name Your Name 我们学过 你的名字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呀 小朋友 那么 Write 是一个动作 写 OK Write Your Name 就是 写出你的名字 在这呢 就是Lily 小朋友 其实她是 陈杰 小朋友 对吧 那么 如果是Andy 老师呢 就写 Andy 现在你呢 就写了 下自己的拼音 OK 姓名的拼音 Well 那么 写下名字之后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现在老师提示一下大家 赶紧拿出剪刀 Make the holes Hole 是洞的意思 Make呢 是做 Make the holes 就是 做一些 小洞洞 挖几个洞 对吧 左边 右边 两个洞 挖两个洞 干什么呢 大家可以猜一猜哦 Well 答案就在下一秒 OK Thread the stream Stream 就是 绳子 Thread 是 穿的意思 Thread the stream 就是 穿针引线 我们把绳子呢 穿过去 那么 穿上绳子 我们能干嘛 嗯哼 OK Wear the name card 穿上绳子之后 我们要做的是 Wear the name card Name 是名字 Card 是卡片 Name card 名片 Wow 你也有自己的名片了 Wear 是 穿的意思 然后是穿着漂亮的衣服 用Wear 戴着非常好看的手链 叫Wear 那么小朋友呢 戴上自己的名片 也用Wear Wear the name card Well 那么赶紧带好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 Say your name 这样呢 大家带着自己的名片 可以骄傲的说出自己的名字 I'm Andy My name is Andy OK Well 好的 现在呢 我们Andy老师 就带大家复习一下 今天的内容 小朋友们 回想得起来吗 文具的名称 OK 现在老师说到 他的中文名字 大家就第一时间 散印一下 他的英文名称 OK 蜡笔 Trayon 铅笔 Pencil 钢笔 Pen 橡皮擦 Eraser OK The last one 最后一个 尺子 Ruler OK Ruler 好的 今天呢 这节课的内容 就到此结束了 最后 我们来学一首 Hello song Hello歌 希望大家 跟着音乐 一起唱 快乐的结束 今天的学习 嗯 See you 与 优优独播剧场——YoYo